一箱箱物資搬上車 準備送給穆斯林低收入戶家庭 提前的開摘結合理 我們是有拿到一批名單 請我們緊急援助這一批人 這些都是生活上 有一些本來就很辛苦的家庭 再加上因為現在 馬來西亞行動管制令 他們經濟上的收入 也受到很大的影響 再加上他們很多是馬來人 然後這個時候 他們在再借業的時間 所以在食物方面 需要多一點的補助 我們一共給了他們兩包米 兩罐油 兩罐麵粉 然後還有四罐牛奶 還有一些調味品 都是他們日常 馬來人都會需要用到的 一家職主離癌無法工作 大馬行動管制令 讓一家人生活雪上加霜 僅要關頭 不請知識造訪 貧困交迫的做困酬成 志工想方設法為入室開扇窗 志工群順利完成了發放 但起初和居民電訪溝通時 還被誤認識詐騙集團 我們在電訪的時候 的確遇到很多的挑戰 是因為在完全不認識 然後而且他也聽到我們一介紹 就是我們佛地慈激 當然他們也會害怕 因為現在有很多雜騙案 對不對 那個過程也是很挑戰 但是今天我們來做發放 當我看到他們的那種狀況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很感恩 我們慈激有做到這一塊 暗雨扇超越疫情 化為穩定人心的力量 帶新聞 曾善明志工 馬來西亞報導